9月29日,生日快乐,恩里科·费米恩-Rico Fermi。 恩里科·费米恩-Rico Fermi是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。 他以其对核能核裂变的研究而闻名。 费米出身于意大利罗马,在意大利和美国的科学界都有重要影响力。 他在23岁时就成为了意大利仅有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。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,费米在意大利盛科拉拉天文台和意大利物理学会进行了重要的研究。 他对宇宙射线提出了重要的理论,并在实验中首次证实了这一理论。 这项发现奠定了他未来在云子物理领域的声望。 1938年,费米因为自己的猜测,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人造裂变变反应。 这使得他成为了核能研究的先驱者之一,并为开发云子弹奠定了基础。 他也是曼哈顿计划的重要成员之一,该计划旨在研制云子弹。 费米还对中子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 并得出了许多关于核分裂和中子态的重要结论。 他提出了费米效应的理论,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子与原子核之间的相互作用。 除了在科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外,费米还在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。 他曾任教于罗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,并与学生和同事们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智慧。 恩里科·费米在其一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 对物理学和核能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他的才华和应用科学的热情使他成为了科学界的杰出人物, 并对未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